5月2日鼓励那扎PO出了一则视频 并且还疑似开放了自己的微博评论功能 其实那扎并没有真正开放评论功能 只是直播时候的弹幕变成了评论 但他团队给他搞了个 开放评论功能的行销话题进行炒作 惹得不少吃瓜儿直呼爷亲回 要知道那扎关闭微博评论已经好多年了 这突如其来的操作真的是亮瞎了不少瓜众的眼啊 实际上 那扎当初关闭微博评论没有其他的缘故 就是因为他和张翰谈恋爱以后 郑爽粉丝疯狂攻击辱骂他 逮死他是小三 那扎被骂怕了 这才一连数年夹着尾巴做人 但今时不同往日 自从代孕偷金币之类的黑料被张恒曝光出来后 郑爽就被正式封杀 沦为彻头彻尾的法治咖了 虽说如今郑爽的部分死忠粉 还在期盼着郑爽的回归 各种为郑爽洗地 但他们也只敢在粉圈范围内 圈地自嗨 肯定是不敢再来纠缠那扎了 这么一来 那扎也就有底气扬眉吐气 给自己炒作一把了 而说起来 那扎当初虽然被郑爽的粉丝网爆了一波 但有一说一 也正是因为郑爽粉丝的撕逼 那扎才能从一个刚出道的新人 一度火到了九十流量花的位置 要不然的话 依照他的演技作品实际 他根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的 还有这两年郑爽出事之后 他也间接吃了不少郑爽翻车的红利 逐渐把自己洗白了 哦 只能说他和张翰 郑爽这三人之间真的是孽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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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